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来了 小子 你回来了 对啊 哦呦 裏身孔老干了 sino 又要炒很酸 sheetel 花巧 去玉米洗身孔洗小便 也不出来吃饭了 淳沙叫你阿公从免座出来 玉米免座很久了 白米免座放在里面里放进去 放一cık油 好啦 好了 再来 阿公,你好阿伯 阿公,你好阿伯 阿伯,稍等一等 阿公,你是好阿伯 稍等一等,不要吹 阿公 好,我會出去了,來賓不在乎 阿公,你到這裡好了嗎? 我就要放出來了 好了,好了 讓你關到都放不出來 阿公,你很久了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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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又去便宿了 阿公,吃飯喔 好啦,好啦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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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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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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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媽 妳是沒睡飽喔 唉唷 妳怎麼這樣一早就在那裡滑雪 那有心情好像不好耶 妳就不知道了啦 長老 讓妳爸爸弄到天空都沒睡耶 齁 阿公現在才厲害喔 怎麼有影啊 搞事啊啦 不是啦 那時候 長老婆 喔 妳老公這樣起來放油 放滾了十遍耶 我這樣讓他擦到都沒睡 喔喔喔 又聽不懂啦 媽 我看喔 最近我們是不是要叫爸去做一個檢查一下 不然喔 她這樣痛苦喔 我看妳也對妳辛苦耶 啊 對啦 我早看破爪喔 那破爪聲說喔 男人人年歲越大 那放下去就越有問題 好像是 喔 色腹腺肥大耶 啊 阿公喔 有三點喔 可以做判斷 啊 第一點喔 啊 感覺是喔 噢 頻尿 對啊 阿公通常有照片素耶 啊 阿公都告訴我 她都放不清洗 還沒那麼久 還想要去找便室 第二點 如果第二點 好像說有酒而已 對啊 阿公大概都放很久 我都看他站很久 你阿公在放下去 你都在旁邊參觀嗎 沒有 你什麼都知道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我大概都站在旁邊看他放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最後一個就是他的尿 這個你就不知道 我最知道的就是這個 對啦 一晚起來放油 放那邊 我喔 給他擦到都沒睡 蛤 這樣還不是那些衣服都有 那是要怎樣啦 社會性不大 還是要安裝 這種不是有嚴重嗎 吃油怎麼對 媽 別擔心啦 我們帶伯來找一個好醫生 我相信這個醫生會讓我們一個專業的建議 香酒不回來了 哇 剛好 沒關係 帶你去看醫生 走走走 我們就在那裡夾 走啦 走啦 去吧 麻利 滾啦 嗯 這樣心裡有辦法騎 我稍微想一下 好 要不然你想一下 我就向上想在便宿 你去 我稍微想一下 我叫你不來 等到宮要睡覺 我才叫阿花 拜祢 你是怎樣 怎麼會去那麼久 就一時也沒順暈 你是放不來順暈 好 你就不知道 明明晚上已經睡了 結果 蓋的料金穿起來 一人又幾個便宜 這樣放得好 過了天 天下都更 逆死命 我也一樣 以前我也有這個政老 現在越來越嚴重 我也一樣 我們有火 這是正常的事嗎 對喔 上禮拜 我母親給我 去找醫生 我們吃到這個火 酒尿 夜尿 鹽尿 嘿 你們動作開玩笑 很多人都動作這個 是正常的 其實 我去醫生檢查 才知道我 售物獻回到 嘿 沒有治療不行 他越來越嚴重 蛤 會看 還會怎樣 我們如果是 放就放不出來 要去治療 這不會煮人好餘 我們後面那個水沒有了 你看 他像這個老人 拖了幾年了 嚴重的火腰 聖衰節 改善 他有去掛劍 再叫他一條狗命回來 不然這聲聖衰節 就沒了 蛤 這個嚴重喔 快來找朋友看醫生 好 我去帶我下去 如果沒有越拖越越嚴重 好 好 老衛啊 我自己是好嗎 全家等你一個 來啊 來啊 一拐 你也要讓我看穿好嗎 我在家宅 上面有帶你去看醫生 不然 兩三點鐘就要去便租一遍 天哪才到處 天哪也要 天哪也要 嘿 改善過後會前 有去便宜 有比較好 那不然 你還還有湯蛋 老爸 你這麼窄喔 不然反正我們現在 還沒發作出門 這不然的地料 是越來越嚴重 我聽我老頭的老母說 我老爸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這裡 差不多五十幾歲 那邊不適的情緒 是越來越多 不過每一個都一樣 如果要叫他們去看醫生 不算要去戰爭 叫不上當 走得像背 我心裡都想說沒有要求 跟你說 女朋友比較有意願 你看 那個浩子跟阿公 一次放十多分鐘 我一股茶 放到冷氣了 牠還不可以 你那兩個朋友 跟妳差不多 死人的嘴巴 難怪 感情顯然好 爸爸 妳就要跟好伯 說伯爺說 這個不可以拖的 你看你真正也是拖 拖到後來 你看你自己母子很疼 人家母也對妳在疼 現在去北洋 這裡看一班醫生 就好很多了 所以 以前在那裡 真的很重要 會負責由我來解決 還是好事 萬不倫要開刀 哎呦 事情就大條了 年紀大 煮肉燒也會怕怕 老衛啊 你也這樣 叫你那兩個朋友 我趕快去看醫生 好啦好啦 先到幾天 我跟牠們走去 牠們說要搞下去 我現在要去便宜 我會找牠們走電來 滿了 退 那邊 可以 我不會沾 扁 那邊 那邊 或我們 我來 你現在比阿公還沒當頭 大家好 你是不是有跟片中阿公一樣的困擾 譬如說晚上常常要起來小便 或者是小便的時候 常常滴滴答答的解不乾淨 時間花了非常久 如果你有這樣的困擾 你可能已經有攝護腺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統計 在45歲以上的男人 在台灣大概有超過四成以上 都已經有攝護腺的問題 大於八成在80歲以上的病人 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這個比例是非常的高 因此如果你有上述的症狀 或者你已經懷疑你已經有攝護腺的困擾 問題必須要盡早就醫 在我們泌尿科的診間 常常會發現有解尿困難的病人 大部分來講 他們都得了攝護腺相關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比例 就是攝護腺的良性腫大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攝護腺肥大 這樣的病人呢 就會開始有小便的問題 那小便的問題的話 大概就是會有液尿啦 皮尿啦 這一些困擾的這一些症狀出現 那這裡呢 我先幫大家介紹一下 攝護腺到底在這個器官 是在我們身體的哪個部位 這是我們的泌尿生殖系統 那在膀胱的下緣 就接著攝護腺 也就是我們所謂在台語講的 火山間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攝護腺 那攝護腺中間的話呢 就夾著我們的尿道 當膀胱要排尿的時候呢 必須要先經過攝護腺這個關卡 才能把小便順暢的從膀胱 經過尿道排出體外 所以攝護腺肥大會造成尿道的壓迫 壓迫久了 小便就結得不順暢 因此有我們剛剛在影片中 看到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一開始的嚴重度 在輕微的時候 並不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僅僅只是症狀的展現 一開始我們就會發現有 排尿的困難 頻尿 還有膀胱的不穩定的現象 夜尿 等等這一些的問題 但是呢 第二個階段 如果不治療 就會到達急性尿滯流的情形 急性的尿滯流 俗話說就是流磅不穿 小便完全都解不出來的時候 必須要依賴醫療的行為 譬如說我們要放置倒尿管 從這個尿道口放到膀胱裡面 把你腫脹的膀胱裡面的小便排出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是很痛苦的 但是呢 如果不經這樣的這個醫療的行為 沒有辦法把小便排出來 久了以後 我們的膀胱的壓力會變得很大 膀胱的壓力變得很大 會進而造成壓力的往上來傳遞 會造成我們上緣的這個腎臟受到損害 甚至呢 腎水腫造成了以後 長期的腎水腫造成慢性的這個腎臟的這個損壞 有一天可能就是以急性的腎衰竭來表現 到時候可能需要洗腎 或者是喪失法貴的生命 這樣就得不償失 接下來呢 我將為各位說明 當你因為懷疑自己有攝護腺的問題 而來診間就診的時候 專業的泌尿科醫師大概會提供你以下的幾種檢查 目的是因為希望各位來到診間之前 可以讓自己的心理做好建設 不要害怕接下來的醫療 首先我們會給各位安排的是 安排你自我評估IPSS 也就是所謂的國際社會縣評估的一個分數 這個評估表呢 主要是詢問各位有關於小便的困難 跟各樣的症狀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你目前的攝護腺問題是屬於哪一個階段 是輕度的呢 還是重度的需要來處理 第二個檢查 我們會給各位安排一個血液的抽取 來監測所謂的PSA PSA就是攝護腺癌的一個特定的抗原 可以幫助我們早期了解 您是否有攝護腺癌的可能性 第三個檢查又叫做肛門直診 也就是專業的泌尿科醫師 會將他的食指來促整你的攝護腺 這一個是個非常重要的檢查 可以讓我們促整攝護腺的時候 了解攝護腺的體積以及攝護腺邊緣 是否有不平整有硬塊 可以監測出是否有攝護腺癌的風險 第四個檢查是所謂的小便的流速檢查 這個檢查也非常的容易 只要您到特定的一個空間 我們會幫你安排 只要在那個空間裡面 你將你的小便解出來 我們了解一下你攝護腺的總大以後 你小便的這個排出的速度 是否有降低的現象 可以幫助我們評估你攝護腺的嚴重程度 最後一個檢查也就是最特殊的檢查 叫做經直腸攝護腺超音波 因為直腸的位置的入口處 距離我們的攝護腺是最接近的地方 所以只要我們用超音波的探頭 試著深入直腸 在初期的一部分就可以監測到攝護腺 那這個攝護腺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超音波下攝護腺是否有變化 它的體積是多少 那它有沒有一些硬塊 或者是說有不正常的地方 做完上述的五個檢查 大概我們泌尿科醫師 可以幫你的攝護腺打個分數 攝護腺的嚴重性大不大 第二個有沒有攝護腺癌的風險 這在醫療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階段 完成上述的五種檢查 大概你可以了解你的攝護腺 嚴重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 也就是我們將來繼續往下 需要給你什麼樣的治療 也就比較有一個標準在那裡 這樣子就不會人云亦云 到底是嚴重不嚴重 該要處理不要處理 就知道答案了 剛剛替大家介紹了各種 評估攝護腺的方法 之後我要為各位繼續往下介紹 也就是如何來治療 攝護腺肥大 攝護腺肥大的治療 分為兩個主要的層面 第一點 在攝護腺還不是非常症狀嚴重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選用藥物的治療 如果藥物的治療沒有辦法滿足病患的需求 或者是藥物的治療沒有辦法達到醫師的預期的成效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建議病人要接受手術的治療 藥物的治療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常常會用的第一線的藥物 叫做阿法阻斷劑 阿法的阻斷劑主要的作用呢 是用於鬆弛肥大的攝護腺 使得尿道可以順暢的排出尿液 第二個藥物呢 又叫做五阿法的還原酶抑制劑 那這是一種荷爾蒙的療法 可以讓腫大的攝護腺 達到縮減體積的目的 通常藥物的治療 會合併剛剛所謂的第一個藥物阿法阻斷劑 或者是合併五阿法的還原酶抑制劑 一起來接受治療 假設藥物的治療沒有辦法達到成效 我們進一步可能會安排你接受手術的治療 那手術的治療之前呢 必須再次強調要完整的評估攝護腺 以達到最滿意最安全的一個狀態 這裡跟各位簡單的介紹手術的治療目前的選擇 手術的部分的選擇呢有兩類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精尿道攝護腺手術 第二個是所謂的雷射氣化手術 精尿道攝護腺手術呢 事實上健保有給付 所以你不必需要花到很多錢 就可以接受這樣的治療 但是呢在手術之前必須要有完整的攝護腺評估 和你身體狀況的評估 住院的天數呢大概是五天左右 第二個呢假設你的經濟能力許可 你或許可以選擇現在目前比較新穎的雷射氣化手術 雷射氣化手術健保目前並沒有給付 但是呢它的優點呢可以讓攝護腺手術在更安全的狀態下來進行 也就是說流血會更少 住院的天數有時候可以縮短到五天以內 這個雷射的氣化手術已經在台灣進來了超過三年 臨床的實驗呢也已經通過 目前呢大家認為它有時候可以更讓病人 尤其是年紀大的病人或者是比較有流血傾向 身體狀況不是非常理想的病人有更好的選擇 以上呢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 目前攝護腺有的治療藥物和手術兩方面 在我們泌尿科的診間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 是因為攝護腺肥大的問題前來就診 但是根據統計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男性病人 願意因為這樣的問題來就診 所以這麼低的比例告訴我們 事實上在台灣的其他地方還有很多很多人 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裡面有這樣的問題 不敢來看病 有可能是因為風俗民情的關係 也有人是因為認為年紀大小便就應該排得不順暢 而忘記我們有好的醫療可以來提供給各位 來減緩你的症狀 來減輕攝護腺的這個問題 造成生活的不便 因此在這裡我要非常熱心的呼籲大家 攝護腺的問題不是羞恥 這是每個人在人生必經的過程裡面 尤其是男性朋友你會遇到的問題 如果你懷疑你有這樣的困擾 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已經出現如影片中 各種不同的排尿的問題跟困擾 應該要盡早就醫 盡早就醫除了可以馬上的知道說 你的攝護腺問題出在哪裡以外 第二個重點是 也就是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黃金治療的時間裡面 就可以達到效果 而不需要或者是 免除不必要的一個手術的一個風險 跟這個治療 所以在這裡再次呼籲大家 有問題看醫生是很正常的現象 小便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的順暢 其實你的人生還是可以保持彩色的 而不用等到問題已經沒有辦法解決了 那我們必須要用手術的方法 或者是已經到最後這個疾病 到了一個不可逆的現象 造成急性的腎衰竭 而必須進到洗腎的階段 那這樣子你的人生就變成黑白了 那張梁先生 那張梁先生 感谢观看